送往生 这个人快要往生的时候 最好他的家庭眷属 他的儿女 不要接 不要让他看见 看见他就动心 这一动心就坏了 所以让他的佛友 念佛的同学来照顾他 来送他往生 他往生之后 家庭眷属才进来 下面举这个例子 如上说我逆之人 就是说我无逆这种人 设身念佛 他只念设身 第一身是初念 第设身他命终了 这也算是 从初发心直至命终 君在念佛 这个人的大佛 佛报太大了 一身周末 临终遇到善友 他还往生期望 极乐世界去了 那本来要读阿比地狱的 从阿比地狱你看看 把他送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 所以他符合 一向念佛的宗旨 太熟神了 这个我们不能不晓得 这个事情 是有 很难得 很稀有 所以我们念佛人 千万不要有侥幸的心理 我现在做点坏事 不要紧 临终我还有办法 我还来得及 那你就做了 起这个念头 那是无比的恶念 要钻阿弥陀佛 这个本院的漏洞 这个是太恐怖了 这是决定不允许的 所以这个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 人要老实 要诚恳 不能有一个恶念 有这个恶念就不好了 说凡之呢 如有人念佛数十年 或于最后阶段 亲事迟名而改行他法 或于临终不幸极乐而念世间 未能念佛 事则不明以下转念 这个事情我们也看得很多 真有 不但有 很多 到临命中的时候 他对于这个世间 有留念 最大的留念 是亲切 十一切最终 所以 古无大德 在赤宗 须知里面 告诉我们 就是宋往生 宋往生 这个人快要往生的时候 最好 他的家亲眷属 他的儿女 不要接 不要让他看见 看见他就动心 这一动心就坏了 所以让他的佛友 念佛的同学 来照顾他 来送他往生 他往生之后 家亲眷属才进来 而且一般 断气之后 八个小时 家亲眷属才快进来 他生死离开了 怕扰乱他了 真正往生 一断气就走了 那往生快 有的人贫住你 他断气他并没走 他灵魂还在 这个身体的附近 这个时候 这个念佛的功德 是非常非常殊胜 让他深深都听到佛号 最后跟着佛号走 这个好 要知道 念佛送往生的很多 许许多多往生 真是要靠念 靠祝念 所以祝念要入法 要不入法 请麻烦就很大 阿 尼 陶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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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